大家好,今天是8月14日星期三 市場仍是和和妥妥的 始終成交是低的 成交低的話,市場仍是和託的 升的板塊不多 大約是三分之一左右 看看有哪些板塊是升的 1、2、3、4、5 由農林產品,一講到這些已經是細矮的 這些是細矮的 電訊服務可以大一點 不過升幅不多 只有0.6%左右 看看各個板塊 第一,農業產品 你看到就知道了 這隻 價格是高一點 不過升幅很少 價格是低的 升幅多一點 基本上是不影響大局 紙琴林業 也是很細矮的東西 又是不影響大局 其他也不太好 再其次就是服裝 服裝這些是內銷產品 不過你看到的價格 是很小的 我想平時大家都不會去看賣 再跟著是電訊服務 不錯 中餘棟 凡是這些升幅 中餘棟、中聯東、中電訊 都這樣齊齊升 就代表的事真的不好 錢就拋進去這些那裡 來做避難 我又在這裏提議大家可以留意一隻東西 叫中信國際電訊 這東西應該是在澳門搞通訊事業的 就 想一想 它是OK的 它獨監 現在我們跟著看看所有的 你看到一片綠 中國移動升多一點 然後我們再跟著看看 我們可以 那個股市 大市 大市雖然是這個 不是好像這麼好盤 是很騷擾的 它繼續湧上去 你從這裏 它不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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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今天 推上布里加通道的中族 那當然 你推上布里加通道的中族 之後 你不如就像這樣 屎屎屎屎屎屎屎 就是我會估計 我會估計 今時的市 是會有一點點 是給大家的 一些 是 是 怎樣呢 一些 我只可以說 就是一些 可能大家出奇不意利 突然間 會升上去 我對這個市場 還是有些信心 成交是少 那麼少的市場 就代表了一件事 買貨 估貨 沒什麼力量 即是 估貨也可能 沒什麼力量 凡是這個 估貨力量 是少的市場 開始有機會 是見底回升的 回升多少 我自己個人傾向看 升上去 173 173上面 那就 解決困難了 現在保利加通道 是1713 17173 中族 現在是171 21 只剩下10點 不是 只剩下 剩下 剩下 幾十點 五十點左右 最高位是17 17 282 已經少過了 保利加通道中族 如果明天又再這樣 又再這樣 經過173 世界就很不同了 大家的 態度又會不同了 而我個人看 是有機會 升破173 即是會向好的 其實現在我自己的感覺 就是有些人 好像在這裡收緊貨 有些人在這裡收緊貨 好 好了 講完之後 看看這個 有什麼留意 銀行股 嗯